美国联主会先高歌又来阴的 2号主席把我暗示 12月可能放慢升息步调 使得10号通膨降温振奋美股 然而联主会里是华乐 13号去又表示 在停止升息之前 还有一段路要走 不会在未来一两次会议 画下句点 我们其实在结束了 我们就说是20%至25% 这并不是会让联络 会变化或停止 因为联络是告诉你 赢回20%至25% 也不是很大事 考虑你赢了多少 美元指数原本近期走软 11号单周跌幅近6% 是两年多来首见 但随着联主会放音 14号美元指数也随之跳高 或许专家更预测 在年底前美元仍将温和看生 我觉得它会有很难的时间 提升率比较远 然而华尔街经理人 并不预期美国通宏 将会迅速下降 维持审慎布局 此外对联络会 是否升息升过头的担忧 也开始出现 美国赛政部长叶伦 13号承认 美国利日政策 及强势美元 已经对其他国家产生 外溢效应 让他非常担心 穷国的债务负担 各有学者认为 联主会拿到的通膨数据 是错的 因为10月核心CPI 比9月增加0.3% 其中住房成本 却是月增0.8% 指控并非反映当前市场的 证实情况 五毒摇偶 诺贝尔基金水奖得主 克鲁曼也在推特发文指出 住房成本是落后指标 并且认为数据已经表明 基础通膨症获得控制 美国经济的软着陆 越来越可吸引 华语新闻的小评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华语新闻的小评众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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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华语新闻报道